学生不过是在厕所里抽烟 校长就把学生拎上天台 要他从楼上跳下去 学生都吓傻了不停地恳求 说自己会有所改变的 校长却不依不饶 抽烟就是一种慢性自杀 笑一剃一把泪 校长看着学生终于松口 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之后他会一直盯着学生 若再犯错他就会把学生赶出学校 学生忙不迭地点头 他们都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新来的校长会如此地强硬 克拉克是被凌威受命的 20年前他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他教书很有一套 整个课堂活跃且积极 但克拉克很看不来学校的官僚主义 他甚至会爬上桌子 对着学校领导翘起屁股 然后把钞票贴在领导的额头上 一走了之 他去了乡镇里的小学当校长 一当就是20年 20年后这所高中被打为最烂的高中 当初的领导已经升为了市长 当他得知若期末考试 学校的合格率达不到70%的话 该学校就会被州政府接管 这将会大大影响他的仕途 市长很焦虑这时秘书提出了一个人 秘书提到的就是克拉克 他到乡镇小学里去请克拉克回来 但克拉克很不屑 秘书也不急 故意说了一些激将话 克拉克看着他陷入了沉思 然后他答应了 走进这个20年未曾踏足的学校 一瞬间他惊呆了 走廊上全部是口吐芬芳的涂鸦 学校的管理极度混乱 抽烟喝酒打架 有老师去劝架还被打得头破血流 久而久之老师也在混日子 学生们甚至敢就在大门口交易赌品 敢带着枪支来上课 如此肆意妄为学校风气也越来越差 克拉克新冠上任三把 首先和老师们开了个会 他指责这些老师们毫无作用 教了这么多年书 学生们却连基本考试都通过不了 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能读书 克拉克让老师们拿出纸笔 写下学校里最混的学生的名字 然后他就召开了一个大会 大会上整个礼堂都乱糟糟的一片 没有一个人听克拉克讲话 任凭他在台上怎么喊叫都无用 最后克拉克拿起话筒 学生们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毕竟台上有300个学生 但保安很快就出现把学生们赶出学校 所有人都傻眼了 随后克拉克告诉剩下的学生们 离下一次的基本技能测试 还有110天 他希望剩下的学生都能通过考试 克拉克第二把火 就是直接开除了300个学生 这些学生的家长很愤怒 直接找上了学校 骂克拉克是法西斯 克拉克却言之凿凿 一颗老鼠屎就能坏了一锅粥 而两个都在叫好 他要求学校所有的门都用铁链锁上 但这违反了消防法 之前被开除的学生家长告了一状 当警察找上门来时 克拉克拎着一根棒球棒走出来 要求警察也打申请才能进来 克拉克太硬核了 警察根本不敢和他硬碰硬 信信地离开 但此事就这样埋下了祸患 几天后在走廊上 克拉克看见一个女孩在默默流泪 原来女孩家是单亲家庭 现在她的妈妈供不起她读书了 还要让她离开家去生活 这个女孩既聪明又乖巧 自己也想要读书 克拉克不忍看一颗明星坠落 便亲自去了女孩家里劝说女孩妈妈 其实女孩妈妈也是无奈 她没有工作想要正常生活 就必须把女孩送人 克拉克允诺会帮她找到份工作 以及一个更好的住处 女孩妈妈终时放下心 同意女孩继续读书 虽然克拉克形势果断且强硬 但她面对孩子总还有一份赤子之心 在外面若有人向她乞讨 她也总会给钱 有学生自认为不适合读书 来向克拉克辞别 克拉克他抓到一群学生在厕所抽烟 再次勒令他们唱起笑歌 谁知学生们都很惆怅 由于好久才开始唱 克拉克脸色铁青他都不知道 笑歌变成了流行唱歌 学生们说是新来的音乐老师教授的 克拉克就又拎着学生去找音乐老师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改 音乐老师说孩子们觉得原先的太扑造了 所以改成了这样 克拉克从来没听过一个学校的笑歌是这样的 说自己从没授权给音乐老师改动 音乐老师抿着嘴学生们也不敢吭声 下一秒 听着后面传来的欢声笑语 克拉克也浮现出笑语 在走廊里和人们纷纷打招呼 但很快他整个学校都焕然一新 克拉克不再每天都摆着一张脸 而是会笑着和大家一起跳声 转眼就到了考试的前一天 动员大会上克拉克站上了舞台 告诉学生们 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可他们风雨同舟 他们荣辱与过 克拉克请上音乐老师 让他带着学生们一同唱起笑歌 人生总有明天 而他们终将抵达 考试如约而至每个学生都很认真 付出自己所有的努力 他们希望能给克拉克给自己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但谁也没想到考试一结束 克拉克就被警察抓走了 因为他把学校大门上所违反了消防法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后会给市长拉来选票 让市长帮助自己进入校董柜 并把克拉克踢出学校 有了选票的支持市长毫不犹豫答应 于是在考试一结束 克拉克就被关押了 走之前他还不忘叮嘱学生 让他们回去好好上课 市长秘书来警局里探望克拉克 与市长不同 他真心地感谢克拉克所做的一切 校董灰上巴特拉夫人极尽可能的 煽动其他人换掉克拉克 但这段时间来 克拉克所做的一切 大家都看在眼里 其他家长不停地反驳他 这下他和市长 都有些欺虎难下了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声响 学校里2700个学生 竟然都来到了这里 大声呼喊请求放出他们校长 克拉克透过铁窗 看见露出一个校围 董事会会议不得不暂停 市长到监狱里 让克拉克出面去劝学生们 克拉克却不愿去说 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市长看软的步行便来应的 以学生的安全威胁克拉克 克拉克只好应下 当他出去时 巴特拉夫人正在煽动学生们 想要学生们同意他们换一个校长 谁知这引起了学生们 更强烈的反抗 他们说克拉克锁上大门 是为了防止毒贩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甚至有女孩大声 克拉夫人哑口无言 这时候克拉克才缓慢地走出去 他让学生们先回去学习 把一切都交给法律 突然有个老师奔到最前面 给了克拉克一个信封 那是学生们期末考试的成绩单 克拉克打开看后就笑了 他叫来市长秘书向他宣布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市长和巴特拉夫人目瞪口呆 不知能说什么只能信心离开 考试获得大捷 克拉克的校长一直也不会被撤了 让无数混混改邪归正 送无数学生去向了光明的未来 希望全天下的老师都能拥有这样一颗柔软的心